有時逛了整天街買東西 或者好像記者模特兒一樣做足全日 真的很想早點回酒店 連飯都不吃 我們今晚吃麥蠔 不想在街上分享 你看看這個APP 這個IG是海鮮餐廳 它就有搞封賣 我看最近IG很多人說 有些相片 好像挺棒的 我們今晚試試它 有一個外賣海鮮 答案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用通訊APP 和餐廳的職員文字溝通 同時可以問他們拿英文餐單 每款海鮮都明碼實價 很均真 不用左問右問 是不是來了 還有是來到才付錢 即使是遊客叫外賣 也一點都不麻煩 有沒有碗碟 好像有碗 不錯 吃這個很好 好像戒指先也是很簡單 我會吃蝦 不客氣呢 這肉是大膽的 很新鮮的 這個沒有香味 沒有沒有 讓我點一下菜 原來很厲害 蝦的尾巴 它燒得應該不錯 不老嗎 好 很吸引 很大顆 不過我加上去給我們很多汁 你有沒有吃 喜歡蝦嗎 好 好 讓我試一下蝦 蝦好像很香 對 我覺得很棒 是在於 因為它分開了蝦膏 和蝦肉 蝦膏 沒有被蝦膏 沒有被蝦乾淨 來到我們還可以吃蝦膏 你看蝦多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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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的肉很鮮 肉很濕 很爽 很爽 這個蝦可以嗎 可以 很好吃 很甜 這個也很高 我平時是不好吃蝦的人 但這個是真的很好吃 我想說 因為它分一個尺寸 它有小、中、大 它不需要四個尺寸 不過今天是最小的 在下個月之後 下個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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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上面的乾薯 很棒 哇 這個終於解凍了 因為它這個 葉牌和葉蝦 都是冰封的 送過來的 所以我們吃完這些 葉蝦和葉蝦 剛剛好 我覺得肉不需要 我們可以吃包 跟平時 家族吃的生蝦 有很多不同 我本身已經葉蝦了 好像用鹽老味 我覺得 比起平常吃的 味道更入味 我覺得 而且它的質感更爽脆 我覺得這個 可以絕對 我給你 它令我想起韓國最有 沒錯 而且它這個就是 用鹽老 今天很想拌飯 蟹糕醃完之後 吃的口感好像海膽 很軟 在口中融 我一開始想 叫外賣 還要吃生蟹 也有點害怕 不過我看到它來到 它真的很冰 很冰 感覺到 很放心 吃完這餐 如果你覺得 下次再來Bangg 會不會再點這間店 我覺得這個味道也不錯 但是多少錢 我們剛剛叫的就是三人訓宴 還有大概1200元 港幣 如果泰國的廣告 我覺得 好像我們平常做事 很累 回到酒店想動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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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